事前故事 男孩买了一个号称杂不乱的铁盆 然后男孩就想知道他到底有多结实 第一次男孩把盆用力地往地上摔 没了 第二次男孩把盆倒扣在地上 用力地去踩 没了 最后男孩从床上用力地往下一蹦 结果不仅盆变形了 还露了一个大哭 男孩不仅摔脚在地里有伤了脚 还被划出了血 男孩一蹶一拐地站起来 一边为自己爆炸伤口 一边不屑道 切 一点都不结实 情况实际上有一个话题特别话 男女朋友中上路测试 我看好多人都参与了 但最后大多也都分手了 其实说真的 永远也不要测试情感 因为在测试之前 你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结论 你所做的所有测试 都是没得到这个答案 一次不够再来一次 永远也没有止境 直到得到一个结论 他果然不是一个专业的人 你才满意 考验爱情的人 侮辱爱人也侮辱自己 有一块怎么说的来着 测试不通过是他配不上你 测试通过是你配不上他